台北市政府期望環南市場 明年完工後 可以跟日本東京主地市場 翻前後的里州市場相比 市場顧問者也說 等到邊境開放後 外國觀光客到台灣 這個地方就能變成觀光景點 在以前很多場合我都講過 如果只有35公頁要正規的層次 要去看市場 特別是傳統市場 因為市場就是整個城市的縮影 包括那個城市的文化特色 經濟的水準 甚至那個倒水的程度 在市場都會顯現出來 所以是為什麼我特別注重 市場的原因 也會去做市場改善 我知道一般的地方政府的首長 沒有人想要去分市場 還複雜的 市場不好好 但是我覺得 不管是台北要成為一個國際城市 還是台灣要成為一個無名的國家 市場的改建 不絕對繼續 那麼翻單市場 一期工程也完成了 已經在作業 二期工程大概 繼續在明年中會完成 所以整個硬體的建設到在明年 下半年以前就開始進步 硬體的工程 反正比較簡單 這種整齊清潔 這種比較軟體的東西 不要做 因為這是習慣的改變 而且不是一個人的習慣改變 幾千 你看看一千三百再加上他的工作 這是幾萬人的行為要改變 這要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一開始跟市場主講說 這個硬體的 一級搬進來以後 就要開始 持續的 持續的做 有人說我們就幫到市場 還去幫到市場的整結比賽 大體小大小提大做 做 這表示我對這件事有一個注重 我希望這個市場在明年去不完工以後 他在我們東亞的位置 大概就要跟那個日本東京的那個 風舟或以前的竹地市場這樣拼了 我們在這一個 這個外國觀光客 如果到 現場也有 外國觀客到台灣 這個地方會變成觀光甜品 這是我們的目標 這個讓我去日本 我還特別跑去竹地市場去看過 誰叫做你去看看 市場老闆都不是 因為他本來在國際上就是 好 那 最後 每一個政策你知道 政府在那還沒有用 最重要還是從會長的堅持 我們要 push 所有的攤商 還有支付的國能力一起往那方向前進 所以結論就是 我希望明年這個 整個淮南市場政治營運以後 他的標準 就是日本現在的風舟市場的標準 那當然這個 還需要努力 還有非常需要努力 所以這個整齊清潔永遠沒有 最好 只有更好 我們現在 一步一步一直追上去 所以要 要光亮 地面要乾淨 所以賣賭的餐子會有 有那種土窗 這個看不到蒼蠅 看不到 我跟你講 這完全開放的空間叫沒有蒼蠅 很困難 所以我為了這個 都已經開始在炒每一個計劃 以蒼蠅菜市場跟環南市場為重新 這個周圈的 數字計劃重新 重新規劃 你不能說歐巴拉200億 帶了兩個市場 有大瓦一樣 他變成儲也在儲蓄 所以我們這個 已經有兩個 數字計劃在啟動 以這個環南市場跟蒼蠅菜市場 為重新 兩個 數字計劃重新 市場處也舉辦環南市場環境整節屏蔽 有客問者與黃山山頒獎 感謝攤商自智會同仁的努力 讓市場越來越乾淨整齊 從環南市場搬到這邊來的第一天 我就到了 然後我們在這邊整理 大概差一年的時間 最近會有一些下雨的狀況 也有一些 設施還需要改善 但是真的謝謝各位代表 對環南市場的攤商 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我們現在市場裡面不管是攤位 還是我們的設施 可能有近滿意的地方 但是我們都盡量的再改善 我相信 二期 再好以後 這個環南市場會成為 當市長講的 大周路市場 新利標 最重要的是裡面 攤商的民意 我看到他們 從第一天來到現在的差異 我要向大家作聲謝謝 謝謝你們 大家一起努力 讓環南市場有今天的成果 整個市場都把 彰南 彰南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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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拚 彰南市場 彰南市場 鑫着 彰南市場 彰南市場 這就是習慣 人家都沒有習慣 要是習慣 有習慣 這要時間 時間 加 reporters 跟全球道德卷出帝的老闆也拍謝你 如果他去蓋的時候他就說我蓋了 他還沒有蓋他也拍謝 就連這時間過來了 自己會覺得他也要蓋 對那些時代就很痛 那是他跟我們子民說的 我們子民是說人家最大的靈畢市場 我們看到傳出全新的發展市場 還可以說像日本城市一樣 變成國際的觀光景點 當中有國家來到臺灣的經濟的時候 會想來凡南參觀 我們市場傳出市場 以前都很現代 衛星 東西要新增 更好想 這就是我們以來的老年 感謝指定和副指定 謝謝 環南市場二騎施工 預計明年八月完工 二樓攤商將搬到一樓 總計兩棟建築超過一千個攤位 二樓改座停車場 未來將以營業環境 產品品質 攤商素質為三個重點 致力發展成為國際觀光市場 記者溫君 台北報導 發展市場 竟過來了 既然 Metare